防渣男手册 下次的手机截图中 谁是渣男的可能性更大 A是社交软件 纯属是送分题了这是 第二题 作秀题 观察以下两个朋友圈 谁更可能是渣男 520被迫营业 这一看就正经情侣 老夫老妻了 B看起来就很暧昧 而且她的朋友圈 就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点赞 不觉得很奇怪吗 第三题 闺蜜题 主问以下哪位男生 更可能是渣男 闺蜜来北京 用不用去机场接她 接朋友这个很正常呀 对对对 下次叫你闺蜜一起去密室 这就很奇怪了 而且密室合脱 不是有身体接触吗 真不对 第四题 讲法题 请问这位和渣男纠缠的女生 经理可能是怎么想的 万一我们合适呢 这有可能 她对我和别人不一样 大傻子 她对哪个女生都一样 你这是她吃完饶的鱼 5题 请问以下哪位女生 更容易遇到渣男 追心的 打麻将的 打王者的 蹦迪的 这送分题 肯定是蹦迪的呀 第六题 请和题 请问以下哪位女生 更容易遇到渣男 大大咧咧的 左右风圆的 高冷文艺的 是不是这个 看像渣女 对不对 第七题 思路题 请问哪个是 对付渣男的 最佳思路 刷真还状恶博 这不是女人公斗的吗 不对 拉黑赶紧跑 这也太怂了吧 给她介绍一个渣女 并说是自己的闺蜜 听到他俩抽围相同 以毒之毒 最后一题 天下大同题 读通过细节和肢体接触 判断出哪个才是渣男 A是在正常聊工作 B像是在嘘寒问暖 C是男朋友贵键盘 应该是B吧 对了 请记住 男人只要是还有呼吸的 那就都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渣男 没毛病 你的见渣男脸 才75番